大家好,我是蓝爷,欢迎收看蓝爷结束生活费战 我们又喜欢的现在是视频 主要是主要是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过程呢,所以 只能一个一个星期可能现在能跟两次就不错了 我倒是想,只可惜有时候是有心无力啊 咱们第一盘,第一盘是九区,九区明轩 看到了刘备,然后我们打气盘 行吧,反正看了刘备就刘备吧 嗯,也没说几个量,我们就对远郊进攻是好是坏 这个就很难说了,毕竟你是个三血匠 嗯,你如果说的四血匠,完全可以留个远郊进攻 嗯,怎么抢红桃,免得万一亮匠的时候,还被热了 哦,六号位,气了个南蛮,气了个南蛮 啥都没,没搞 那些大嘴,难怪,难怪对老祖阁,疼甲仇恨值极高 嗯,这个比较惨了,又说你没亮那里,刘备,刘备那里八卦是比较好死的 哎,九杀 结果刘备那里八卦,果然是个假的 这大嘴,其实在手量,技术里手量已经不存在,存在这些手量摸牌,开队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那里还是人比较好,或者人的,人的死比较多多皮,这么无量强多了 嗯,啊,本来是想,想个远郊进攻,给自己,给自己过点牌的 嗯,我们,这里还吵着个慧眼 嗯,张鸟,四个都没法再亮了 嗯,估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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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爱河和张鸟是看到了咱们的意愿 所以,去看了七号问,他看了咱们亮 然后,这个调查就,不如啊,不是张鸟会呢 还两百级啊,死了,算了,死了,怎么就不救了 调查其实自己,自己军性都缠的不救 我觉得我去调查,我可能就不亮了 毕竟现在说两属对,就说两属对,对,对两位的话,你调查没什么事情 也不是说哪一股开团也开始,开始碾压呢 行吧,张鸟死了之后咱们得自得庆幸 所谓的自得庆幸就是张鸟死了之后,咱们成都比较了 来马腾,去,马腾离开工子,瞬间一 瞬间打BOSS了,所谓的打BOSS,就转换方向和策略了 你让我们过啊 你没有爱砍砍吧 那跟我们没啥没啥关系 还贾大爷贾大爷到时候打算 我们就不就不卖吧 你如果强行要卖也可以 那最好不要卖 你变多秒的时候 一旦说一旦你 一旦你血线压下去之后 你血线被压下去之后 可能嘲讽就上了呢 别人并不是说刻意要针对你 直播在无意间 无意间进去把你的血线就把你给弄了 我们出来混了 我们手上还有 我们手上还有万剑七八的 死了我们就不救了 大嘴你愿意射就射吧 你你觉得你扛得住 貂产能扛得住吗 然后群雄在那里输了 其实大嘴说会玩肯定肯定不会再射了 马祝格马祝格我们就不管了 马祝格自己能回血了是你 把那个给咱把个武器是啥意思啊 然后我们卖 必须得卖你等一下不卖不行了 等下贾雪有可能开乱我把你给弄死的 但是不知道元少为什么给我们打无限 救了搜全场 妈妈凭什么搜全场呢 贾雪自己是免疫南蛮的 所以你怎么先不管 怎么先先先开先开南蛮再说啊 还有万剑都不死的 结果来两个桃 那你啥客气的 直接弄死一个金单条 然后 你啥吧 啥完之后怎么干脆直接 直接和假雪金单条呢 不要磨解 你等一下啊 我们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留这么多闪 把以待挠的时候 把铁锁给扔掉 这个就非常不划算了 温元开始说司马苏了 开始立标杆 那确实是司马苏了 这个在状态上 现在来说是旗鼓相当的 而且司马 司马肯定说防御防御 要好过要好过佳许的 火光没命中 先酒上 他手上还有还有一张还有一张伤 嗯 啥子也得过了 我怎么这手盘 搞人 紧了 爸爸的紧了 哦 啥 他要强行挂怎么拿他手盘 两张伤 这里是这里 我确认 甲雪 你是不是在做司马和朝鲁这里有点努力还敢抢杀 你不 你不仪仗你自己的防御啊 等待寒冥剑等待什么酒杀或者等罗布斯索来的时候再出手 啊打那么几样 那你也实在不行你想杀你就先开乱舞啊开完乱舞之后再杀 这先杀了肯定没法开乱舞你开乱舞 他街形有杀你你怎么乱还不是打了自己 怎么四五圈 耳朵微笑 喝太后这个 回眸一笑白眉身 结果这个老头倒是不不解风情 一脸的懵逼看了看了看 斜斜看 我两个人眼神 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的 可以把那种行情默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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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契 上来吃个鱼戏 有一点有点溜爱草皮啊 这个这个怎么这个南蛮 在有潮潮和国家的情况下怎么还放这个就 不太那个了不太 不太合适了吃个桃吧 然后挂把刀过了 整毒啊你把它关掉你现在没法毒啊 怎么毒啊 无限 闪 草草和点尾 这可如何是好 明显的已经成为过局了 虽然说啊虽然说群遇状态差一点 但是你还看到 点尾 点尾国家 草皮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嗯 点尾的话 你应该点尾和查查 先开 拿 关键 还好咱们这里天风 我赶紧把点点尾都打了你 我把点尾都打了你 你被 你被弄死了 套路都是套路啊 肯定要有套路 过河 过河 顺手啊 过河 怎么不裸仪呢 这么好的机会 赌赛 赌赛 然后还赌赛 这直接把国家给判虚了 一个 一个黑桃 一个方片 各种各样的 刘备你倒是给三张 你给两张算啥 刘备估计是你现了 还是怎么定 还是卡了 总之刘备 我觉得有点略坑了 然后怎么 随时能摸一张牌 看来怎么也被翻了 这肯定被翻了 结果这草皮 你去翻国家干嘛 然后怎么必须得救你 不救你 等下你自己都死了 然后我们这个赤桃在酒上 酒上草皮去扒他的手盘 当然我们可以去扒一下国家 或者草皮 结果这这这这这这这人品 就有点 有点调查天了 铁锁该捆就捆吧 怎么也用不出去了 哦 开始了 开始骑乱 如果他天盼 咱们就毒他 咱们去都草草去了 这个就 结果草草开草原集业 被国无限了 咱们再接着毒啊 谁是放手一搏呢 等会咱们必须的想法 弄死寻愿 要不然的话 赶上那么多那么多钱 逃跑逃跑是好现象 我就喜欢这种逃跑的 逃跑不直接 反正关羽也没准备赢了 但是前面想想赢的话 肯定会挂刀啊 挂甲银马 然后再忍得 桃子肯定 放自己手上比较安全 国家 那你还不如给草草草草 草草可能可能能够扛得住 剩下的话 这里咱们这个直接挂刀 再挂刀喝酒 然后直接杀羽 把这手 你也不怕他手上没闪的 冰凉 再气乱 就不要毒 这个毒 免得他 九三了 九三女后呢 咱们开始崩了 还好这超级还帮咱们做了贡献 所谓的 我们杀了杀了 九三的 神权 神权的状态 还好 差点就崩了 还放蓝蓝 估计就是为了单纯的用白银回血呢 怎么也不管了 毒啊 直接打到他们要没信仰了 一杀 顺 然后气乱就没有 这肯定没气乱 他这一出牌咱们再开始毒 反正有闪 这卫国 卫国大好的局势 就因为草皮去翻了一下国家 草皮那回合如果翻了翻了核台后 有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 虽然说 核台后 核台后可能会毒你 但也是他出牌 但也是你们出牌之后的事情 结果啊结果非要把国家给翻回来 这个有时候不是 不是敌人太强大啊 是啊 呵呵 啊 咱们接着看吧 然后 老司机 你啊 主要主要欠少量 咱们就没必要量了 如果主要不欠少量 咱们倒是可以考虑 少量少量大路神了 然后 不会三级刀来抽我们 我估计就是血血打这种 把伤血剑抢人头啊 咱们挂架一马 然后我们跟着跟着柱容 柱容去砍下去 嗯 当然这里的 他的最大的问题 就怕吃菜 不过 他如果是毒菜 早就 早就 开始怕被割了 然后咱们 还打死了一些小型boss 现在看咱们卖不卖 咱们暂时不卖 看来六号位 七号位 要么是群 要么六号位是死亡 我估计 估计六号位是死亡的 可能性 更大一点 要不然黄鱼 要不然黄鱼鱼 不会这么疯 还打无限 这后打得不好 打不出一炒批了 嗯 怎么样 要开始麻牌了 要不然太亏了 这老祖阁 再翻 然后翻怎么 这炒批 翻队野的炒批 不是好炒批 翻了就翻了吧 我倒觉得咱们 咱们还不如 那炒批死的得呢 免得他来拖咱们后腿啊 嗯 八号位 八号位倒是可以考虑那个 八号位应该是越近啊 这里就可能八号位是越近了 咱们等会 你就三截刀 嗯 咱们可以考 咱们是独产啊 独产啊 嗯 不是八号位还是还是可能是越近 还是看 咱们咱们不救吗 真是 因为当时薄批结束之后 或者加血结束之后是独调的 嗯 过河拆枪啊 这一代脑也说大国开一代脑简直简直简直害人不请 草皮拿一张伞吧 不要拿加一马了 草皮 拿加一马还还不是还不是交费的 你要不如拿一张伞 嗯 如果不行咱们就给他改吧 嗯 没办法 那什么叫没办法 嗯 然后怎么这怎么不改呢 咱们自己还能够 我就是觉得 咱们自己能改 在洛杉磊派的时候 你不 你不就不改 有点有点有点 有点醉啊 拿诸葛 拿诸葛的迅速搞反了 后来先判 后来先判 就是说最后最后贴在你头上了 比如最后给你贴个乐 那肯定是乐不是鼠牵 先判 不过啊 那现在可能说打不过 好像有点有点 有点过头呢 现在还不是打不过的时候 咱们就不杀别人 咱们就杀孟祸 反正他没 他没有啊 他没有那个 嗯 没闪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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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刺 你酒刺吃桃干嘛 吃吃吃桃不测 是出于什么考虑 嗯 嗯 怎么想办法把炮火都赢了 都赢了 嗯 我们还去砍一下 不容易的 什么就算了吧 我们肯定是没法呢 还是决斗 嗯 这脚往飞一 还是比较强势的 嗯 结果还是抵不过王杀 来吧 嗯 这个时候我们 想办法弄死脑猪格 那想说 甚至要弄死脑猪格 不见得是好事情 你弄死脑猪格之后 肯定面临一挑二 嗯 他愿意胖胖了一个 他那个方片还行 嗯 嗯 哦 咱们赶紧赶 嗯 这个时候蜀国想赢 不能再去不能再去杀家训了 嗯 这里状态太好了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限制一下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能能改就改了 不要先杀 你要先看 好吧 先杀先杀 就怕 就怕家训在那里 又给你胖贝哥 杀啊 哦我们就杀过了 嗯 没没选择给家训打武器 家训还不抢南蛮 你给司马抢南蛮 拿南蛮 那其实相当于 给司马给司马提供机会了 然后 我们带着八卦镇的情况下 他们两个最新的帮火 砍不进来 嗯 不改吧 这个时候 没有 没什么好那个的 嗯 开个南蛮吧 先杀 嗯 再开南蛮啊 画上冠色服 衣服的冠 死了 死了都单条 单条的黄司马 司马和真机 这基本上 可以可以 可以存略 存略 存略家训 和独产 那贝哥在司马面前 真不够看的 你判个贝哥给你改个草花 反正再加上 嗯再加上司马 司马 第一是司马改判 第二是真机落实人九派 算少人掉 他根本杀不进来 怎么八卦 这家清国 大家就快点看吧 估计他也投降了 话没说完 果断投降 结算我密集投降 打不过 打不过怎么 怎么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嗯 然后咱们嘴盘 肯定选吴国 选那两个腿比较粗 吴国那两个腿是比较粗 但是也比较挨打 我们选升级和虚晃 除了是想做微单 单条做考虑 然后我们也可以选 选 选选 然后大手开始放进去 结果一放进去 对大夫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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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都去弹了我们下 嗯 嗯 武容啊 鐵鼠啊 菩萨 勒布施鼠啊 嗯 嗯 还照料 照料的话 可以再拿鞋 火光怎么就扔掉了 嗯 就觉得 觉得到时候好点人头啊 嗯 他们好惨 怎么 你整机一旦说 卖血流啊 太招把了 国家的话 嗯 感觉就救了 反正被热了 不就也是丢掉 我会拆枪啊 最后这留个桃就救 还好还好 朝朝有个桃 这就没法了 朝朝是死不了 但是国家你应该快扛不住了 果然 果然是扛不住了 还搞我们 出卫国再次 太招打了 就是没人 就是没人去去搞大嘴 让我们不动了 既然如此怎么就不动了 你招不到人 怎么就不动 决于实战 不怕打出旁途 那是华月银啊 索国索国打了 打了那么久啊 最后还不是 就是被这群人给秒了 然后张良不再拖啊 干嘛 那无限 还想收人头啊 反正我们的话 应该应该不会 第一个倒下等 其实说到最后 哪怕怎么一跳 怎么也是有机会的 一夜他们状态不好 叫怎么局长 局长绝对是神将 对单挑来说 什么 基本上可恶心是他们 群行 估计想打不进来 打真金和虚黄 一个八卦 终于开枪了 还是杀真金 还是不杀小桥呢 第一怕小桥谈 第二 如果如果有预见性的话 完全完全就 不用那个了 没踩到 这踩怎么 你以为我们非得踩马腾 我们踩的也是一样的 全部给火光 如果打死就最好 打死就直接进单挑 单挑属于成略 你成略了 这状态差太多了 而且有个局长 怎么不急于进攻 怎么怎么想进攻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机会 忘记起防 走太的话 怎么只需要 只需要把他打到不去 就随便略 然后给他冰 八卦都不要了 好像有点 有点过了 八卦为什么就不要了 我倒觉得你可以 你马不要了 你看 这还不是这样捡性吗 还是得拿过来 然后我们把 开始那 把两套 决斗 不是那 别以为你们仇位 我们进哪里 没办法 我们这局长灭你们 怎么怎么选政绩和局长 对吧 还好选了政绩和局长 选了政绩和巡运 可能没有 没有这么好打 空不了场 可能可能是别人家的政绩 一路神就一大堆盘 然后我们最后一盘吧 走一盘 太是吃了 五号公眼 啥闪八卦 回合开始 华月银 没华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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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 虽然说你批了批了他凉血 但最后 最后的最后的情况 就是老猪狗还是满血 你自己已经残废了 不懂得不懂 不懂得掩藏自己 那么急得出来 那肯定找打 哎 什么都没有 还敢找人决斗 活该被咋讲 我不懂得掩人 我还是找人 我肯定忍 你就是为了 为了为了为了 为了给你的队友报仇 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自己 然后这个人 非熟啊 非无啊 一看上去不是群人 那就是卫美 你问他去铁锁 捆了张家 当然也可能 也可能说是装 但是他猜咱们这个八卦 他肯定不是我 要不然他随便猜 就算你说去拆 拆三斤刀或者拆解银马 也不应该去拆那个 不应该去拆八卦证 看下副将 然后乐壮 断装 这就是群呗 不就是野猫 要不然他肯定 老猪狗当时满血 是没必要去捆他的 先看浪漫 浪漫的话 怎么可以去搞旗号位 评点的话 怎么 这里的话 这三斤刀 这三斤刀 这不晓得是不晓得 下了好多人的血 真是多亏咒鱼 咒鱼的咒鱼 有这么多牌给我们用 我们三剑刀杀两下 三剑刀搓两下 三剑刀搓两下 怎么可以搞 搞四滴血 一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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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四点伤害 两张杀 这么一算的话 那是八点伤害 脸就纯粹 纯粹也耗一下牌 量什么量 这周围都在打你的 你还藏 也都很能杀死吗 龐桶啊 还加血啊 两百云啊 两百是谁啊 两百是谁啊 这就是我们 肯定 该赢 该我们赢 就是我们赢 你能赖我喝啊 确实是状态好 但是你自己不亮 你前面没谁去得罪周瑜 要不然不敢 不敢那么看你啊 果然是装的女部 装的不像 没必要去捆 你就直接冲出铁车 对 谁知道你什么身份 好 咱们拼了一下 拼就拼吧 反正 就是反正你这一回合也 也不不至于 崩得那么快 最大的最大的 不确定因素应该就是这个闪电 如果你人品不好 有可能是被被杀掉的 被被雷劈的 被被雷劈的 反正 受了联络啊 那事实上 事实还是证明 又一次证明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啊 帮人之心啊 不可有啊 你这害人 害人中害己啊 天助自助者 你挂闪电 那闪电老天肯定批你 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